西方史学史 随着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潮的新 德国的人文主义史学 思想一度可现 可惜随着宗教改革运动各种 教派冲突 人文主义史学被打断 宗教史学研究 正为历史学的主流 另一方面 由于论战各派都试图将对方证伪 这恰好为历史学求真提供的机会 而论战各方 对现实利益的考虑 也体现了人文主义史学 以现实中的人为中心的根本原则 兰克在研究这些时期的历史时 指出中世纪德国史学 直接过渡到宗教改革史学 没有经过文艺复兴这个中间环节 指论不够确切 因为通过考察这些时期的德国史学 发现了类似于其他国家的人文主义史学的一般特征 像意大利一样 德国人文主义史学热衷于 从而来 不过是 纪念他们的主义 并且不过是